你觉得我们的这个差距和其他队伍的差距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这几年队伍现在调整了之后 我觉得整个的从能力上 然后包括可能队员的一些真正这种高水平的这样的比赛 我觉得在获得胜利的这种经验还是比较少的 然后我觉得我们现在 而且包括其他的这些欧美强队现在确实进步都很快 我们现在只能说是拼命的在追赶 然后可能尽量的维持在某一个水平线上 我觉得还是跟他们有一定差距的 可以说呢这个场馆对于你来讲是不一样的 尤其是对于你来讲 说可能这个在九年前我们是站在了这个世界之巅上 然后现在这种心情和之前有什么区别吗 其实我觉得在可能在几年前 可能在九年前我们该拿到冠军的时候 我们确实没有错过 然后现在九年后我们该站在奥运会赛场的时候 我也很高兴我没有错过 然后我也很高兴我的 这样的一个新队伍 他很享受在奥运会的球场比赛 然后我也希望大家可以从这些奥运会当中 吸取更好的经验为了2022 那2022你还会站在赛场上 继续带着队伍 然后一起来这个来打比赛吗 如果队伍需要我会 然后我觉得在这四年里面 我更希望的是中国的冰湖 有更多的队伍 更多的新队员出现 然后可以造成一个这样更好的一个良心循环的这样的一个竞争 能为2022选出更优秀的队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